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游戏的ACG活动之一 可见现场来了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漫画家 艺术家 粉丝以及cosplayer 们 不知道他们今天最喜欢的是什么样的环节呢 你打扮成什么样的角色 我今天打扮是陆敏从原神 其实给今天是有那个concert 可是我们有拿到票 所以就有点赏 其实我今天没有特定的角色 我是打着就是传统的服装来 就好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因为对于葵位两年了 在两年前 就是最后一年2019年的时候 那一年我是刚好没有来到的 然后那一年其实我就觉得有点遗憾啦 因为下一年就进入我们这个疫情嘛 然后现在就想要回来 就是看一下有什么改变啊 或者是有一些自己喜欢的courser想要来看这样子 Megumin from Konosuba to spend time with friends like all my friends here and also mostly cosplaying I really like cosplaying a lot 香港动漫画联会 为了进一步推广首届 港漫动力的资助漫画 特别在今年的动漫展设立了香港展馆 经典漫画风云作者马荣诚先生领团 与其他15位香港漫画家也亲临现场 曾以五兄弟 风流 中华英雄 风云等著名作品 晋升成为香港史上最高稿费的漫画家 马荣诚接受亚视新门东南亚的专访时透露 自己这次来马其实有新的任务 这次计划不是只有我一个人 是幕后很多人帮忙 我也是属于漫画联会的一部份 也是这次的导师 帮他们去挑选甚至乎培训 给很多指引他们 直至他们有用半年时间去画一本漫画 甚至乎自己做出版 这次就是这个计划应该是最后一个行程 他出了半年接近 这次带了这么多位漫画家过来马来西亚 因为我知道在东南亚 马来西亚都有很多人看香港漫画 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带给大家去认识他们 这几年漫画翻拍成影视作品大受欢迎 香港漫画家曹志豪就分享 虽然香港的步伐慢了许多 但他以拳击运动为主题的个人作品《磁角》 翻拍成电视剧之后 在坊间获得极大回响 因此希望香港本土漫画家 也能一起搭上这股热潮 有举个例子 好像是韩国 韩国文LIFAC上 很多受欢迎的剧都是漫画改篇的 以香港相对比较发展是慢了 除了是几十年前的 《风云古画仔》之外 其实中间有一段很长的短层 都是没有改篇的 我们香港要努力地去追 而幸运地今次成功改篇之后 方向反应很好 所以我觉得 希望做到这个好过程 大家一起多一点的改篇 做到一个再奉奔 此外 漫画家廖光组则指出 虽然网漫的出现 已经彻底改变了纸本漫画的左向 但不得不承认 纸本漫画的魅力依旧不改 但你问我 漫画始终是一本书 揭着揭着揭着 一页一二那种揭着 感觉是很棒的 你们都有看紫幻 紫媒的漫画 当我们揭到 专业的感觉 它可以控制到读者的情绪 这就是漫画的魔力 这是紫幻的魔力 所以这个感觉是 有些东西 是紫幻的魔力 无论漫画以什么样的情绪出现 都离不开漫画的精髓与核心思想 或许您对港版的印象 还停留在八九十年代的巅峰时期 但随着时代的工替 港版也已经蜕变成全新风格 在这百花齐放的漫画世界中 准备带着全新的面貌 进军大马市场 等待您去发掘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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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